我已经到了 雪有这么深的河墓 没有了 到腰那么深的河墓 因为它是盘山公路 所以冬天是很难 去到喀拉斯的 我快盘死了 差点就吐了 然后又没有信号路上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已经到这里了 大家吃冰棍吗 我来摘一个给大家吃 我都扎了一根了 糟糕这个冰 你怎么把下井栽掉 我来摘一点 来 看我这根 世纪决赛 好可怕呀 我的天哪 太可怕了 我输了 我输了 好玩 来了来了 好了 小心了 现在没有人吧 现在没有人吧 丢下去没有人吧 别砸到别人了 好了 好玩哦 你看起来好不好 好 好 一种明明化送给大家 谢谢 好 看 看 走 everyday everyday 我在等你 你说过 你学过 要在一起 everyday everyday 你不在意 难道你把我忘记 everyday 我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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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他一个怎么办 我看起来 猴亮嗓子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你的头发是怎么回事 我给他画得抓 就因为太冷了 都冻了 是吗 太冷了 然后我呼出来的气 把头发打湿了 因为我们很早就来了 六点钟 所以就爬上去 吹 几点 7点钟 还没天亮的时候 是吧 但是真的很可爱 你这个造型好棒啊 好冷 痛苦 整条街最亮的展 对 最亮的展 你们拍到那个了吗 日出 还没出呢 还没有 因为有山 不要等 好的 好了 我们上去看了 拜拜 我想跟大家说 设备都是急速调动 我刚换电池 然后整个手就完全冻僵了 然后感觉我的鼻子里面全部都是冰 这边的他们是哪个民族啊 图瓦族 是属于蒙古族的吗 也是 刚我们说过了 其实北疆主要是哈萨克族 可能人口能占到50%出头 但是你到了河沫村 这已经不是哈萨克族了 可能他们这边的人口也就1000来人 好了我们继续往前走 但是这里是个下坡 有点滑啊 我滑下去算了 哎呀 我直接滑下来了 因为我这个鞋太打滑了 哎呀 太滑了 这个电池我刚刚拿出来的 但是显示只有一个电了 所以我可能拍不到很多的景象 大家看一下我的围巾 我因为哈了气 所以它全部变白了 全部变白了 而且我看这个屏幕有点晃影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周围都是白色的员工吗 电池已经要没电了 马上就掉电了 刚刚换的 哎呀我转着有点不对劲了 我已经 一直流鼻涕 我现在下山了 大家看这个垃圾腾好不好 然后我的电池啊 手机啊都被冻掉了 然后我人摔了好几跤在山上 然后下坡的时候 然后现在眼妆也是花的 是不是 已经顾不得这些了 你看马 马周身都在散发着一个热气 这边呢有冰雕 还有一些当地的传统的活动 还可以划野血 大家看到远处了吗 漂亮吧 在这样白血癌的山谷之间有一个 白色的热气球 这是当地的小朋友 所以这个就来了 在这种极寒的地方 才有这种极致的美 但是在这里生活 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刚才我们下车的时候 然后会有些人觉得太冷了 我不想待在车上 然后司机都会说 你待在车上也没有用 我不会发动的 因为在这里也没有地方加油 因为它的气候太冷 太不好去种植蔬菜 蔬菜都要靠 我们之前去的那个芡 把它绿上来 那刘羊呢 虽然有 但是 养殖也没有那么容易 它的价格也会比较高 我们昨天去吃了一个火锅 180块钱一公斤的羊蝎子 它什么都会很贵 因为它确实支援相对来讲 没那么方便 所以说这里生活 其实真的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但是作为游客来这里看来这里玩 会觉得真的很漂亮很美 大家看是不是跟仙剧一样 不松 哇 这里是我看到 果然是温度更低 不客气看吗 我都占预者 一块 那么大家 不客气看